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神 今晚八点直播间见 好 八点见 齐总不好意思 太着急了就没敲门 没关系 有什么事吗 哦 那个佩音那边已经给白鹿那边发过去了 但是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反馈 所以颜哥那边想让我过来问问您的意见 那中午一起吃饭吧 正好便吃便聊 不用了 我下午再来吧 霞子 中午一起吃饭哦 那个 齐总 要不然我们还是边吃边聊吧 你不是最喜欢吃牛排吗 不用了齐总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现在不是工作时间 不要叫我齐总了 那我要叫你什么 齐站了吗 我觉得没问题啊 以前就这么叫的 以前是以前 现在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而已 软软 其实我 软软 其实我 我不知道你今天到底什么意思 我也不想参与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该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 临时落 软软 软软 软软软软软软 brush 留uli 喜欢石头 你真的不再去争取一下吗 也许她愿意跟我们走呢 也许这里有她留下的理由 所以 这两年你们并没有在一起 那又如何 这次 我绝不会再放手了 喂 大神 阿芝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刚刚睡着了 那就好 我看八点了你还没上前 以为你有什么事 没有没有 是我耽误了点时间 对了 大神 其实有件事 什么 大神 我们准备办一个线上的回归歌会 想邀请您参加 之前让慕如玉去邀请过您了 但是你把她拒绝了 我这边还是想争取一下 我知道我可能有点冒昧 但是我还是很想争取一下 可以啊 你答应了 当然 没问题 那为什么之前小莫邀请你的时候 你把她拒绝了 没什么 只是跟那小子不说而已 你要请我 我肯定要答应 小莫要是知道了肯定要伤心了 但你现在可以开心了吧 其实 也不是不开心 就是 心里很乱 最近遇到了太多事情 好像 都不是我能处理得了的 嗯 比如 比如 大神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那个 声音跟你很像的朋友吗 她回来了 有点熟悉 但更多的感觉是陌生 还有慕如玉 我只是把她当朋友的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她向你告白了 你怎么知道 从你的语气不能听出来 其实很多时候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不如勇敢一点 也许会有什么新的可能 对哦 我想那么多干嘛 我应该尽快直播 涨一百万的粉丝 自己开工作室远离他们 不是什么困扰都解决了吗 哼 大神果然是大神 一句话就能把人点醒 乱志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大神 我这里好了 你稍微等一下 我马上就可以连迈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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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吗大家 哦 今天又来跟大家直播了 然后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 神秘的来宾 他就是 李兰公子 让我们欢迎他 OK 让我们来跟李兰公子连迈吧 大家好 我是李兰公子 李兰大神已经来了 让我们再次欢迎李兰大神 哇 弹幕刷得好快 我看一下大家今天想听我们 配什么呢 海绵宝宝 李兰大神这边OK吗 OK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开始吧 海绵宝宝 我们一起去抓水母吧 对不起吧 大神 我今天要上学 不能跟你去抓水母了 如果你去上学的话 好 那我今天可以干点什么 我不知道啊 我平时去上学的时候 你都会干些什么呢 等你回来啊 ok 帮他